根据交通部周四发布的航空旅行消费者报告 在新冠疫情期间 旅客们通过投诉争取退款的数量前所未有 去年 针对航空公司和旅行社的投诉超过了10万份 而在2019年仅为15342份 同期增长了500%以上 交通部表示 近90%的投诉涉及退款 根据记录 美国各大航空公司去年共收到35873份投诉 外国的航空公司共收到了51756份 交通部表示 该机构的航空消费者保护办公室 已经于收到大量退款投诉的公司进行了谈话 去年全年 对航空公司的投诉中 有近三分之一是针对美联航的 美联航在疫情初期 对于退款的规定非常严格 美联航共收到11274份投诉 其中超过1万份与退款相关 美国航空的投诉量位居第二位 但仅为美联航的一半 在主要的航空公司中 西南航空的投诉率最低 为每10万人中有2.64个投诉 但是高于2019年的0.33